我之前就有送過五官吃 後來就轉那個便當店的外送 一次送兩百元 但是單就很酷一點 你能婚去提早被曝光這件事情 你都會生氣嗎 當然沒有 你知道他又爆了油跟洗菜 我真的沒有 你知道嗎 顏又廷遭可以的爆蜜混洗菜 曬新娘高興這連照反擊 恭喜顏又廷結婚了 你能婚去提早被曝光這件事情 你都會生氣嗎 當然沒有 請問顏又廷接受3D新聞網專訪 提到當時送喜冰給KID 卻提前曝魂絮 本來其實 預想是我可能到六個月 再慢慢恐怖這件事 就是先隱藏一下 先低調一下 KID那時候就忘記跟他講這些事情 那我想說 欸那邊該不會的啦 該不會的 結果跟他其實把我的漢堡 我就嚇到 我嚇到 喔喔喔 然後馬上打開 我說等一下 沒關係 就是就是我有忘記跟人家 結果KID以為新娘是喜菜 兩人根本沒交往過 則下午回答了 剛才又報了你跟喜菜那件事情嗎 有啊 喜菜馬上逆我 可不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不要再讓大家誤會 我真的沒有 不要鬧了 因為我其實 因為我真的很棒 也很希望他趕快也是找到 另外一半 很鬧啦 其實顏又婷的另一半是圈萬人 交往三年 其實喜歡然後在音樂裡 那時候我們本來要 回花去日本了 但因為我們多久 住了音樂然後開拓這件事情 我老婆就 陪在我身邊 然後我就覺得 你這個女生真的是 還蠻偏待 我覺得這種事情真的是順其之難 但是 對我來說 我自己其實 我也是蠻喜歡 就是如果 欸你給我緣分 我真的是 對 剛好 碰出來的話 對 我們應該都會很開心 但我覺得 可能 這一兩年 我會先趕快 努力工作 存錢 然後 先享受跟老婆的那樣的時光 雖然他因全明星營業中受關注 但最大壓力還是經濟來源 為了生活 還曾當過外送員 我之前就有送過無關 後來就轉那個 便當店的外送 一次送兩百元 但是 單就有規定 現在我覺得就是盡量就是用 自己的專業 然後去 去找taste 沒看過節目 但是一樣就是有 有通告 所以有 你有嗎 你覺得他差我嗎 自己個人這邊會做 主要就是經營我的社群 IG Instagram 然後 可以丟一些反應 那可以跟電影 其實就是跟我生活的 其實是一樣 可是更多的在創作 然後 你的重力 我 只是我目標 只是我目標 才會死的方式 很接近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